在数个月等待之后 我们来看到是美国加州尔湾检察局 在8日这一天正式宣称了 接下来会使用全美首辆的特斯拉 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一台 Cybertruck电动皮卡车 这个外形大家觉得说很前卫 那它的车体是用不锈钢的 造价达到了新台币近500万 496万 很多的民众其实在美国也都抱怨说 你警局高价买了这一款车 是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 最近有很多的负面声音啦 那在月初的时候 特斯拉还因为后市的摄影机影像延迟问题 是宣布召回它的2.7万辆Cybertruck 是今年第五度被召回了 也是这一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欧洲市场的部分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 英国媒体报导说 Cybertruck在进入欧洲等捷克等等的国家的时候 遭到许多民间团体抗议说 它这个车子的边边有锋利的边缘 很容易受伤 很容易导致民众死亡率上升 应该要禁止在欧洲的街道行驶 Cybertruck到底是 为什么受到这么多国 这么多单位的排挤 负面声浪不断 是因为品牌形象的问题 还是车子本身就有一些问题 委员有什么解读 这个车子的设计其实就很奇怪 我觉得你从来没有看过一辆车子 要设计成为那个样子 大家都刚才都已经看到了那个电视墙的资料 就说那个车子的设计 我只能说真的有够丑 就以我这么多年来看车子的审美观 我无法理解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是要把一个车子设计成那个德性 就算你是一个皮卡 你有一个未来的这种形象 你也不至于要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这个后面有多尖吗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真的Cybertruck 可是我曾经看过真的Cybertruck 你后面摸摸看 它的车子如果真的不信 它那个边角经过你 马上就被割出一道痕了 它是全不锈钢外壳打造 而且你看到没有 它全部都是尖角 它是锋利的 它是完全锋利的尖角 它还不是给你遁角 它就是个尖角 所以你无法理解说 为什么一个皮卡要做成这样呢 就美国有很多很好看的皮卡 你就算要做个电动车的皮卡 也不至于要做这么丑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当时看完那个Cybertruck 我就是不理解了 就是到底Elon Musk 他们的设计团队 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就通常你设计个车体 因为我以前博士念的是那个材料力学 就是念车子的 所以我们在做车子设计的时候 都在乎的是什么 阻力要小 所以你要流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跑车 它都是很流线的 因为你风阻越小你就越省油啊 你相对来说就节省能源 可是这个东西 我实在也看不出来 它到底省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也没有办法节省风阻 那它到底这样设计的概念 究竟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所以其实Cybertruck 说实话 卖的并不好 就是如果你相较于 特斯拉其他的model Cybertruck卖的并不好 就是你很不容易才会看到一台 那么那看真的 就是如果有人买了一台 在路上开 大概也不会引起大家的羡慕 可能会引起一阵笑声 就怎么那么丑的辆车子开过来呢 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说 各国或者是各单位 它的负面形象不断 那你说品牌形象在弱化 那也不太至于 因为各位知道 Elon Musk现在正在做 大规模的转型 像今天 今天这个特斯拉才 公布了他们新的发布会 其实我们前几天就一直在等 说他到底要发布什么 他今天发布出来的是 特斯拉最新型的机器人 叫做Optimus 就是晴天柱机器人最新的一版 这个机器人已经到 可以给你用剪刀石头布猜拳 他的上一版的晴天柱的机器人 已经可以用手拿起鸡蛋 而不会把鸡蛋捏破了 所以其实 这个Elon Musk在前两天 他就已经暗示了 他说我特斯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 从电动车的这个公司 会转型成为一个机器人的公司 那么未来一定会全力的 在投入机器人 所以Cybertruck会得到 其他人的这些批评 我觉得不意外 就大家仔细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照片 或者如果以后真的有幸在路上 看到那个真实的车款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我说的绝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这种车子 你说要有很好的市场 那么目前为止看起来 真的是很难达到 而且我必须强调的是 它价格还不便宜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Iran的这些民众会 批评说 你这么贵的车 花这么贵的钱 去买一辆这么丑的车 然后这么丑的车 性能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好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好 所以我们看到Elon Musk最近很忙 他除了积极在转型自己的产业之外 还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 他最近常常接受媒体的访问 尤其11月份 不是要美国总统大选了吧 所以他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公开 力挺川普 他还开玩笑说 如果川普呢 输了我就完蛋了 那自己可能会去坐牢 他讲了这些话 他也批评民主党 他的这个非法移民政策 根本就是有问题的 把非法移民都给合理化了 但是我们知道川普 他其实没有这么支持电动车的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电动车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马斯克还要特别压保川普 大使怎么看 我想这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 川普反电动车是反中国电动车 他不是反美国电动车 所以他基本上 他这个反电动车 其实相对是他想要去争取 美国传统这个燃油车产业的 这些摇摆州的这些工会 跟工人对他的支持 尤其在Michigan 在Pennsylvania 这些传统这些 能源的这些大大大洲 所以他就把这些 这个比如说气候变化 还有美国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能源政策 川普都是比较保守的 可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马斯克应该很清楚 就是说他基本上 如果说是美国人的电动车的话 在美国还是会受到保护的 还是会受到 慢慢会受到支持的 而且你要知道 就是说马斯克的这个电动车 基本上 他也不是完全靠美国这个市场 当然他Pickup是一个 是一个很 是一个 是一个等于说是 他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失误 是很失败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 他支持这个川普的原因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应该是心心相惜 两个都比较是 精英主义 而不是民粹主义的支持者 那你要知道马斯克 他事实上 他小孩通通不送到 公立的学校 就是正规的教育学校 里面去受教育 他的小孩子都是 跟他这个公司的同事 他们自己找老师教的 从来不到公立学校 这些一般 他们认为那些学校 事实上只会把这些人 像他们这种天才变成白痴 不会把白痴变成天才 所以他们是精英主义的 这个跟川普 他是极为怎么样 极为吻合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马斯克 他已经接受了 川普给他的一个官职 就是美国政府改造委员会 效率提升委员会 他将来要出来负责这个 他说我接受了这个 这个是推特吧 被他接下来以后 他说我们同样 我的产值增加了三倍 我使用的人少了五分之四 所以他认为他是怎么样 他认为这些组织 是以精简跟效能为高 而不是不断地扩张 所以这正好跟共和党 主张小政府 然后民主党主张大政府 又是两个很鲜然的对比 所以我觉得他不管怎么样 川普对于电动车如何看法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是心心相喜 对 那他希望美国是由这种超人 像川普这种超人 然后完全是以国家的利益 那么这个国家发展为前提 然后用他的超人的方法 手法跟他的见解 来带领这个国家 就跟他对自己的期许一样 他的公司也不上司 他的公司就是 他一个人在里面怎么讲呢 由他这位超人 在决定一切 对也是他 错也是他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他也不会说 真正他这个川普没有当选 他就被关起来 我想他是夸大其词 不过从前两个礼拜 他接受他这个 直接参加川普的造势活动 到后来 就是说大力替川普宣传 我觉得他已经把他自己的 未来一部分的命运 跟川普绑在一起了 那将来如果川普选上的话 马斯克有一定的功劳 好 谢谢 谢谢大使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关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